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我们拿到的AONZIP档放入AON资料夹并且在此解压缩 接着我们进入系统准备安装AON以对为数位服务的INV发票系统为例 我们进入管理模组的AON资料夹 AON管理 我们点选登录AON 点击浏览 选取AON的ARD安装档 开启旧档 安装套件也会一并带入 点选确定 在公司指派AON页签 我们可以看到要使用的AON AON链内容的预设群组栏位 在使用者系统的预设群组方面 主要会设定的分为手动以及自动 第一次安装请供选强制安装以及启用 那我们选择自动 勾选强制安装 勾选启用 点选更新 在AON管理设定完后 请置管理模组的AON管理员 我们看到研制AON页签 进行后续作业 选择AON 点击安装 当出现AON的安装视窗 请选择安装AON 当出现确认视窗 代表已安装成功 我们就可以在已安装AON页签 看到安装好的AON程式咯 那现在我们回到AON管理 看到使用者偏好页签 在这里可以设定AON权限 给每个使用者 在Manager中偏好选择 我们是选择预设值 预设值是根据AON 在公司偏好的设定所使用 在公司偏好的设定 我们是选择自动 自动是每次登录系统时 AON会自动启用 那如果我们将A002 使用者设定为手动 则代表每次登录系统 都需要到AON管理员 以安装AON页签 将AON选取起来 并且每次都要点击开始 进行启用 那上述为安装AON的相关内容 搭配简易的步骤 使用上相当的方便哦 那以上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